俄军官方的红星电视台最近播出了最新一期军事验售节目 本期主角是道尔有战防空系统的最新型号道尔M2 节目尺度颇大 披露使用全新9M338导弹的最新道尔细节 导弹发射车16枚导弹的布局首度展示在世人面前 道尔M2的火力相比早期型号多出一倍 导弹射程也大增 整体作战能力也大大增强 节目中介绍了防空系统的主要定位 拦截精确制导弹药和新作战任务之一 节目中也播出了道尔的宣传片 既然是宣传片发射个导弹几落几架F-22也没啥 节目中除了一些资料画面 军事验收节目组也带了不少设备自彩画面 其中当下最流行的航拍无人当然必不可少 而这个领域已经快被中国垄断 带上中国无人机也在正常不过 此次自行航拍任务了是某知名品牌的精灵4 节目中给这个无人来了不少特写 简易简单无人机宣传片也是相当够霸气 放飞后上升的精灵4与道尔M2的探测雷达同框 精灵4给道尔M2拍的标准照 画面唯美且颇为威武 有意思的是本期节目中还出现了往期节目的画面 这一画面在一年多前播出 那一期节目介绍的是铠甲S1弹炮和E系统 当时节目自同 一样出动无人机进行航拍 除为铠甲防空系统光电设备拍摄到的无人机 去年使用的型号为较低端的精灵3 有意思的是为了验证铠甲的性能 节目组就请求击落他们带来的精灵3无人机 然后就争打了 只不过过程略为尴尬 在第一次攻击中 铠甲发射的树莓炮弹紧迫片划过无人机脚架 并未将飞机击落 没击落节目当然不愿善罢甘休 于是发起第二波攻击 除为精灵3拍到即将被击落的死亡画面 可以看到炮弹轨迹 精灵3在第二波攻击中遭到击落 这是阵亡前无人机的拍摄画面开始出现异常 只是 精灵3虽然被击落 但主体仍较为完整 有了先例 这次节目组怎样不让道尔把精灵4也给打下来呢 主要问题应该是前一发导弹人民币也得以百万计 而炮弹估计也就一两千块人民币 况且铠甲的炮弹可以与通古斯卡通用 库存肯定不少 当然精灵4也比精灵3贵不少 作者庶名北国防务 作者庶名北国防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